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也由10亿美元成长至2980亿美元 成就令世人瞩目 尤其2014年以来 越南对内持续进行体制改革 对外积极洽签自由贸易协定 随着欧美日等主要市场需求复苏 带动越南对外出口成长 2014年经济成长率达到5.98% 高于2013年的5.4% 台湾贸易中心驻胡志明市办事处 成立于1991年 为台湾及越南的企业 搭建商业往来的桥梁 促进两方贸易及投资的成长 同时监管辽国及柬埔寨 是厂商拓展越减辽市场的最佳伙伴 越南人口将近9100万 面积331410平方公里 人均所得达2000美元 一半的人口在28岁以下 具有人口红利及市场潜力 此外越南位居中国大陆 与东盟的桥梁位置 陆运海运及河运都非常便利 越南因为工资低廉 而且劳力充沛 有机会继中国大陆之后 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而为了提高制造业的附加价值 及产品自制率 越南政府正在大力发展 零配件及原材料产业 提出很多奖励投资办法 值得我们台湾厂商的注意 把握这次越南产业升级转型的机会 越南有9000万的人口 70%是农村人口 所以杂货店及传统市场 仍然是越南消费市场的主要通路 而中低价位的中国大陆及越南产品 是目前市场上的主流 但是随着农村城镇化 以及人们所得逐渐提高后 超市、购物中心以及购物网站等 现代化通路快速成长 已占总消费额的20%以上 消费者开始追求时尚及品味 价格已经不是唯一的考量 越南来料加工产业非常发达 尤其是纺织和鞋类 相关的机械设备及原材料 一直都是台湾对越南的主要出口项目 但除了纺织和鞋业之外 越南也正在大力发展电子、食品加工、造船、农机、环保节能 以及汽车等六大重点产业 所以相关的机械设备及连配件需求会越来越大 根据Nielsen的资料 越南是全亚洲快速消费品成长最快的市场 包括时装、化妆品、食品饮料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等 随着所得增加,消费者越来越讲究时尚和品质 而台湾产品优质评价的定位 正好符合越南消费者的需求 未来发展空间很大 越商普遍英文程度不佳 厂商如今与电子邮件与越商联系 搅难期待对方回复并达成交易 因此主动拜访潜在客户并实地观察其经营情况 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越南地形狭长 北越、中越、南越市场特性各不同 建议各找不同经销商代理 但各地产品诞价不宜差距过大 因为越商之间必然会互通有无 分享货源资讯 故建议以诚信为上 越南消费者对台湾制品颇有好感 只要强调是真正台湾厂牌 如果售价公道 消费者都愿意尝试 但建议产品标示 全面英文或越文化 以避免消费者误认为是中国大陆制品 每年越南本地的展览 多达80项左右 厂商可以挑选适合的专业展参加 或参加由外贸协会 投资的贸易访问团 以最少的时间及成本 达到最大的拓销效果 越南经济正处于高速成长的时代 欢迎各位厂商到越南来拓销 如果有需要任何资讯或协助 请与我们联系 我们的联系资料如下